晶雲館外COSER的用心裝扮 彷彿電玩人物跳出螢幕與民眾互動 這是電競玩家期待許久的2020年 電競嘉年華的場外一角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來到場內 在電競高手分享操作下 與高雄市電競主委黃湘淑議員對戰 場面刺激也扣人心弦 沒關係 時間到我們就贏了 這邊市長直接把底數給搬回來 差一點輸掉 過去常常大家對電競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我相信在這幾年 尤其在2019年全球的場景 已經高達330年 在未來的五年也會背屬的這種成長 遊戲也好 場業也好 或者是經濟活動也好 也會逐漸的在武漢隊的疫情結束後 加速的一個成長 陳其邁進一步提到 電競已經在全國運動會中 列入正式比賽項目 未來將在學生的培育上 結合場觀學的整合搭配 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 也能將優秀的學生 打造成具備國際賽事選手 在產業的競爭上 多了知名度外